我是赵邵康 欢迎你来到 邵康战请示 在我们下期的特别来宾 陈富雄委员 洪森汉委员 黄伟汉先生 林玉方委员 翁晓林委员 陈志涵主任 那么凯米台风 说会用最巅峰的姿态 请台湾就不要不需要巅峰姿态了 最好弱一点 很多县市 看看几乎台湾都包含在里面 看起来是要少过 会不会放假 大家都在等 每个新闻台都预报说 99.9%会放假 大家在等要放假 24号深夜不排除登陆 所以大概今天晚上开始 明天后天 满凶的 基隆北海岸 东北角 宜蘭 你看几乎大半个台湾都被他包含 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 好那么回到政治 拜登退选就他挺了贺锦丽 他第一封信里面并没有挺贺锦丽 是感谢贺锦丽 后来另外一发发一个信挺贺锦丽 他说他要全力拂选贺锦丽 我哪里也不去 我就是挺你 挺到底 川普冷嘲热讽 说他宣布退选 一觉醒来就忘掉这件事情 贺锦丽在白宫发表公开谈话 他说拜登三年的成就 比很多总统两任都多 另外裴洛西 昨天是说裴洛西欧巴没停 裴洛西现在也停了 裴洛西何尽力 另外现在只差程序了 因为还是要党代表支持 那么另外 说党代表的票够了 我们看一下 摆出办案抓犯人的架势 前检察官贺锦丽 大山川普就是联邦罪犯 准备来场正面对决 已经完全进入战斗状态 他现是在白宫南草坪 面对媒体 可说是他当副总统以来 采访记者人数 最多的一次 美国总统拜登退选后 副总统贺锦丽的首场公开活动 在白宫南草坪 采访媒体的阵仗 比平常副总统活动采访 要大得多 贺锦丽在白宫的活动 绝大多数的篇幅 都在表扬拜登的政绩贡献 同时她也要力拼 获得各方支持 最重要的莫过于她 就是前众院议长 贺锦丽在36小时之内获得超过36周支持 拿下超过2414位党代表票 同时募款金额也破纪录 24小时就涌入了8100万美元 比拜登一整季的募款都还要多 也完全超越川普之前 24小时募得5300万美元的记录 BBC说 拜登宣布退选的24小时内 贺锦丽收到8100万美元的捐款 其中包含88万8千个 不到200美元的小额捐款 当然欢迎大额 但是小额非常重要 我记得我去民主党总部参观 共和党总部参观 他们都告诉我去年莫了多少钱 平均多少钱 小额捐款多少钱 表示人多 共和党就讲说 你们都说我们共和党是有钱人 我们其实小额捐款的人 比民主党还多那个时候 另外超过50万人捐出 2024年大选以来的第一次捐款 老陈 小额捐款里头包括我两个小孩 昨天去捐了 对 他们很兴奋 他们就说不管副手是谁 他们就捐定了 我觉得贺锦丽 超乎很多人 包括我的意料之外 他就几乎一戏之间 麻雀变凤凰 我觉得这个跟拜登 以前他是在拜登的阴影之下 有关系了 民主党的选情 就是说拜登退选之前 几乎是在安宁病房内 安宁病房内是死路一条 拜登宣布退选以后 他是从民进党 民主党的选情是从安宁病房 就拉回到加护病房 加护 加护病房还是很危急 加护病房的未来 这个病人会怎么样 是在乎是谁 是这个重病的组织医师 绝对不能像柯文哲 但是他需要的是一个好的重症专科医师 来带领一个团队 然后方向非常明确 然后策略非常亮丽 这样的话 改变我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你看 这个贺锦丽 那个拜登退选以后 贺锦丽一整个人活泼起来 脸上的光彩显耀出来 他笑容变得可爱 他上前拥抱不管任何人 那个知识都很可爱 所以如果贺锦丽 现在不是说 我就特别捧他 现在如果贺锦丽 跟川普两个人一起走出来 我觉得贺锦丽好看 那现在我今天在脸书上写了一个 如果我来操盘 我会怎么操 我觉得第一点 你在这个摇摆座里头 挑一个副手 这个副手要比Jellyfans好 第二点 这一队候选人 时候四个月里头 有一半以上的时间 留在摇摆座 就是把这个Rusty Belt 这个袖带踩烂 不要去别的地方 反正两岸都是你的 你不用担心 那第三点 你要告诉这个袖带的人民 说你们找错了人 下错了药 今天共和党的候选人 如果增加关税 物价抬高 你们买不起 但是如果把移民也赶走了 留下来的工作 你们也不愿意干 那是有什么好处 现在Fans讲得很好 他说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小孩 去暂时在国外的战场上 我觉得这个还不够 我觉得光是这样的话 这个袖带的人听了 就没有什么感觉 应该是讲我们要把钱 从军费 我觉得他们应该勇敢的 就不要再理会 这个所谓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这个军工政治的结合体的阴谋 就把节省下来的军费 用在袖带上面 我觉得这个有效 难道会没有效吗 然后就拼命讲 拼命讲 讲三个月 两岸的人 你不去 他们都在看 如果你袖带得起来 他们都过来了 所以有希望的 老省的袖带不是台湾大陆 是东岸跟西岸 美国东西两岸 基本上美国军费是很多 占了GDP的3.5% 8000多亿美金 大陆是2000亿美金 大陆花 俄罗斯只有700亿美金 美国花很多钱的军费上面 本来我是认为说 拜登不会退了 不过我是觉得 因为他现在还在哪里 还在他达勒威尔家里 还是为了隔离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生病 你看那时候一生病 空气到达勒威尔的时候 连上飞机都举步维艰 来 玉芳雄 我本来跟你一样 也认为拜登是不会退 我认为他这次的病 给他造成很大的影响 就这个病人 英雄好汉就只怕病来磨 他迟迟没有出来 就他还没有解禁 都还在揽艺中 让他原来的心理 又受到更大的打击 但是我就先讲一下 对傅永雄不好意思 我要稍微纠正一下 你刚刚说话 你说拜登在交付兵法 是没有这回事的 你知道他要下来 前期的做的民调 他也只有输给川普 2.5个百分点 是经过很多的民调公司 做出来做平均 川普这个是这样子 拜登的民调掉了又上来 掉了又上来 可是川普基本上 其实变化没有非常的大 但是找这个Harris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有几个有人认为说 找Harris是有问题的 我点名 郭正亮讲 第一个他是妇女 美国也是不尊重妇女的 第二个他是黑兰 第三个他是什么 他的父亲那一系 是雅麦加那边的这样子 我让他讲这个东西 对 他讲印度衣 妈妈印度衣 妇女 黑兰 印度衣 我认为这刚好是他的优点 我的感觉是这样 因为民主党本来就支持者的人数 比共和党要多 为什么这样 因为民主党有很多的少数族裔 是支持民主党的 所以民主党只要团结就会赢 但他们就是成长不团结就会输 先讲这个妇女 我想美国女权其实是很高涨 而且越来越高涨 很多的妇女会因为他们想选出第一个女人出来当美国总统 如果他们会出来投票 第二个我要讲这个黑人 因为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写美国黑人的政治参与 从卡特到欧巴马 他们的当选很大的一股力量是来自于黑人 黑人现在在美国多少的人口的比例结构多少 最新的比例结构是12.6% 可是他们投给民主党的票 总统候选 常常是百分之七十几 百分之八十这样子的投 所以这个影响就会变得非常大 另外再讲到这个所谓的印度一的问题 印度人现在已经是美国的印一美人 是所有亚洲一的里面的No.1 他现在已经超过了华一 超过了一点点 当然我也看到一些资料说 华一还是领先这个印度一 但不管怎么样 印度一的美国人现在大概440万人 你知道两周在一个所谓的摇摆周 真的非常厉害的时候 一万多票就决定生死了 几千票就决定生死 一票就决定生死 你说他有440万 印度人不想选出自己人 来当美国的总统 我相信会 还有一件事 其实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Harris的老公是犹太人 而且是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犹太人在美国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匈姆尔是犹太人 还有在国土安全部的部长是犹太人 财政部的部长是犹太人 但是Harris如果当选的话 他的老公是犹太人 而且是一个在犹太社区 非常佛悦的这样的一个犹太人 我如果他能出来 我常常讲一句话 在学校教课的时候说 黑人的票跟犹太人的钱 在美国总统选举里面 都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我认为犹太人会集中他们大部分的力量 会去支持Harris 因为他的老公是一个 在犹太社区里面是受尊重的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我如果只有一个变数 刚傅雄雄讲得很对 就是他副总统候选人 是不是该选出个中西部的人 我觉得中西部最好又跟七个摇摆州再重叠 因为上次大选2020年的选举 七个摇摆州 川普只赢了北卡 剩下六个全部都被拜登拿去 可是最近的民调 其实这七个州是危险的 就是拜登 Harris这个上来 大家再过一阵子才会晓得 所以如果中西部跟七个摇摆州 尽可能去重叠的话 我觉得他胜利的可能性最高 我最后讲一点 有个很大的变数 我们都忘了甘乃迪家族 有一个人出来选 Robert F. Kennedy Jr. 这个人要出来选 他究竟有没有票 这样子 三角都的时候 三角都的时候 我有一个资料 川普是43 Harris是37 Kennedy是6 川普因此赢了Harris 6个百分点 现在我们看到的资料就是 川普现在正在跟Kennedy 他们正在谈 说要怎么样的合作 是不是Kennedy自己标选 出来说我支持川普 然后川普可能就安排他 有一个工作给他在新的政府里面 他们现在两个人 最大交集是蛮有趣的 就是疫苗 因为Kennedy从头到尾都认为 疫苗是很糟糕的 所以这个害死很多人了 而川普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 所以目前他们两个最大交集 就在这个地方 可是这个里面也有一个雕诡 如果Rober Kennedy不出来 他们去计算的时候 大概Harris输给川普2个百分点 但是如果Kennedy出来的话 会输掉6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有些原本要投给 这个Harris的人 很可能一部分就转投给了Kennedy 所以现在如果Kennedy说我不选了 那你不选了 你这个6%的你的票 你这个支持者会跑到哪里去 但是某一点来讲 这个民主党而且小型的 就是说现在这次的选举 到最后的差距 不管水因水输 是非常的小差距 如果Rober Kennedy说 出来支持川普 如果带给川普2到3个百分点的话 可这个战争就此结束 所以现在最大变数 其实在Kennedy的身上 刚刚讲印度人 印度人已经当了英国首相了 不要忘了 以前英国人殖民印度的时候 很多英国的高级地方 印度人与狗不准进来 印度人已经进入唐宁街一号了 其实美国最支持黑女人 是什么人大家知道吗 白女人 所以黑女人现在大幅度的当选 在各地议员什么市长什么 白女人 白女人觉得说他们亏欠黑人 但是又不愿意投黑男人 看起来比较 就投黑女人 所以贺锦丽会不会因此得到 白男人的蓝领都投川普 白女人投贺锦丽 不知道 拭目以待 欧巴马到现在没有表态挺贺锦丽 纽约时报说因为前两件大选 欧巴马跟拜登有心结 因为欧巴马的时候支持西拉雷 克林顿 另外纽约时报不挺贺锦丽 纽约时报说民主党要另觅人选 而且应该党代表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而不是说拜登要谁就是谁 所以民主党一向就是不是像共会党那么团结 因为他里面自由派很多 跟共会党一样 就是里面的意见一大堆 你不服我不服你 以前民主党大会的时候 民主党大会自己里面打成一团 这个骂那个那个骂这个等等 结果共和党都把他们录下来 到大选的时候共和党就拨 你看看民主党他们自己骂他 这个骂那个那个骂这个 我们都不要骂他们自己骂 所以民主党现在稍微收敛一点 但是民主党基本上就是 比较不团结 所以拜登也是辩论还没完 民主党就开炮了 完了完了 死了 输了 输了 这是民主党 另外川普说我会赢得更轻松 现在就变成检察官对重犯 涉嫌中罪犯 涉嫌你不能说他中罪还没有办 贺锦丽是检察官 我昨天就讲 我说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副总统 因为在总统的影响之下 也不好太表现 所以你就看不出来 但是一种就是 他变成候选以后 突然完全不同了 一种是他还是很烂 就是看他本人 另外川普用两个词 形容他叫做很糟 说贺锦丽恶毒而且愚蠢 讲得都难听 两个词恶毒愚蠢 而且川普还笑他笑 你们听过贺锦丽笑吗 Crazy Harris 川普副手更糟 我觉得范斯也是讲话 都是口无遮 不知道讲些什么 拜登是最烂总统 贺锦丽比他烂100万倍 这也没有个脑筋 什么叫100万倍的 你可以说他也没他好 100万倍就是信口词皇 另外拜登退了以后 贺锦丽第一场演说 说川普是掠夺者一片子 掠夺者一片子 他们现在都没什么好话 贺锦丽多重身份 爸爸妈妈都是移民 爸爸是非一的雅买家人 妈妈是印度一 另外 不过他们父母都是教授 另外他承认检察总长 民主党的参议员 联邦参议员 他对妇女生育权利很重视 所以他有他的政治的立场 另外现在曝光说 川普曾经捐款给贺锦丽 川普跟他的女儿都捐款 什么时候贺锦丽 是选加州检察长的时候 他不少钱 川普一张支票就是五千块美金 不少钱 能够两次加起来给了六千块 所以那时候都说贺锦丽很好 现在把他骂得体无完肤 我们看一下 周日傍晚白宫外 美国总统拜登支持者 自发性为他举办感谢活动 也力挺改换贺锦丽选总统的决定 独立参选总统的小甘乃迪痛批 说民主党现在改推一个好战派参选 川普阵营更是火力全开 亲川普团体砸下25.5亿台币 推出攻击贺锦丽移民政策的广告 川普上周末造势 也马上帮贺锦丽取了新外号 拜登退选后 川普说贺锦丽更容易对付 但贺锦丽真的比较好打吗 CNN这几周平均民调显示 贺锦丽支持度与川普只差1% 共和党分析师认为 尽管年轻选民可能挺贺锦丽 他的光环恐怕会被拜登的移民政策拖累 曾成功预测九次大选结果的 历史专家李奇曼说 民主党如果想赢 应该团结挺贺锦丽 才能保有他13把钥匙理论中 慎选所需的多数关键 那黄委员怎么看 其实在经过这几周 其实确实大家都感觉到 民主党其实有一种非常闷 就是虽然面对川普 川普当然从民主党的角度来说 或从美国很多自由派的角度来说 你是有非常非常多 可以直接攻击的点 而且这个攻击的点 大家其实也都听得懂的 可是因为他的总统候选人 是拜登 那拜登处的状态并不好 所以他其实一直很闷 那当然这个礼拜从 应该是从上个礼拜就开始 我记得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就陆陆续续有 说拜登可能 周末 会要在周末的时候 就会下来的这个风声 我们其实都看到 几个国际媒体上谈了很多 确实至少就 十二十一号 他们的美国二十一号的下午 那拜登发出这个信以后 现在是看到整个民主党 确实现在有一种 波云见日的感觉 可是问题是波云见日 能不能赢 这还是另外一回事 在上个礼拜 这个川普的 这个遇刺遇袭的这个事件里面 确实让川普整个声势拉上来 但是确实大家看到 在上个礼拜的民调里面 声势拉上来的 但民调整体来说 没有变动太多 这个地方我觉得是 非常非常值得观察的点 整体声势 然后整个支持者的狂热 跟支持者的热情 也冲上来很多 但民调没有明显拉上来 可是当贺锦丽拉上来以后 反而我自己反而感觉 尤其是这几天 你陆陆续看到一些 在滚动式的民调里面 反而是民主党的气势也起来了 那这个气势也起来了 我是觉得 但是整体来说 现在民主党恐怕确实还是区区劣势 我整体来判断 所以你说真的走到最后还不一定 可是你只能靠一局一局一局的讨论 所以现在这一局 是后拜登的第一局 第一小局 看起来贺锦丽整体的表现 并不算差 尤其是她的这个捐款 她的这整体来说 她撑住了一个 一个原本是有一些人 即便是民主党有一些人 都对贺锦丽是有点看衰 就是用她副总统的表现 来去投射她如果当总统 会怎么样的态势 我觉得她撑住了那个底气 可是接下来还有很长 包括她的团队怎么组建 包括她怎么面对 过去在民主党相对比较弱势 尤其是川普 包括铁锈带的这段时间 很多的这个讨论 我觉得贺锦丽的路还很长 可是其实 作为一个旁观者 当然我说 我们当然从台湾的角度来说 其实这真的是觉得蛮精彩的 比较好看的 来 文伟 是 有关于川普跟拜登 他们从大概这一段时间来 两党的竞争 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川普还是比较在优势 毕竟他的身体健康 还有他的口才各方面 都是远比拜登要好得多 所以这也在民主党里面 其实大家都对于拜登的表现 感到非常的担忧 现在拜登终于是已宣布退选 那么他的副手贺锦丽 这个看起来可能会 这个代表民主党出来选 这个当然对于民主党来讲 是一个转机 但是他这个作为一个候选人 他到底能不能担起这个大梁 这个部分其实还要观察 但是不可会言的就是 川普其实已经准备了四年 他这个整个的选举的团队 然后他的铺城等等 部分包含他最近他的家人 孙子等等的都出来讲 其实我觉得其实也会 让美国的选民看到 可能川普有另外不一样的面向 我觉得这个其实都会 影响整个美国的选情 所以接下来大概还有 差不多100天左右 106天左右的时间 这个数据其实我认为 还有很大的变化 民主党是不是真的都会 全力支持贺锦丽 然后来作为他们的 总统的候选人 那么这个部分 其实都有待观察 所以我同意 刚刚前面几个委员讲的 这个只是一开始的 第一小局 后面还有很多局 就是让大家拭目以待 看看他们会怎么变化 就是原来美国 大选已经没什么好看 很多时候已经到了什么 最后反正就是休息时间 结果现在又好看起来了 政治的变化 你绝对也猜不到川普 怎么被他打一枪 你也当然预测拜登可能退选 也没想到是这样的退选 他们说辩论川普被枪击 他生病三件事情 让拜登下来 原本大家觉得 比较看好细思的 现在我觉得比较正经 另外就是说 为什么贺锦丽突然捐款多 我是觉得说原来大家都厚的 都不捐给拜登 所以突然拜登不捐 或是引起来 那个钱都来了 但能不能持续 能持续多久 也是值得观察 休息一下就回来 接近别人 好了 大家都能探索 我不会 我才能放手 还是能放手 在啸血 不开 放手 还是能不能放手 放手 放手